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一次 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和他的同工一起出去工作 两个人走了很远的路 都找不到卖食物的地方 肚子很饿 突然戴德森开始唱谢饭歌 然后他祷告说 感谢天父赐我饮食 他的同工说 饮食 饮食在哪里 他回答说 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很饿 他一定会很快就送食物来的 等到食物来了 你必须先谢饭 我就能够马上吃 因为我已经谢过了 果然话说了不久 就看到一个小贩走过来 挑着馒头叫卖 我们的祷告与神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按着神旨意又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神一定会垂听的 因为神的信实保证他的旨意必然会成就 神的慈爱促使他为了要成全我们的信心 戴德森知道 神的旨意是要他肚子饱足 同时他也相信神爱他 一定会派人送食物来 这样的信心就带出实际的果效 根据神旨意而来的信心 才是真正出于神的信心 信心有两个层面 第一 信心就是接受 接受神的话 接受神的带领 不论结果好或者坏 我们去餐馆吃饭 不会先到后面的厨房去检查一下 看看厨师有没有放毒药在菜里面 我们张口就吃 因为我们对这一家餐馆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根据我们对这个餐馆 良好的企图的认知而来 对神没有信心的人 他们读圣经 越读 疑惑越多 由于他们不肯接受那是神的话 人一旦信了主 过去许多的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 因为他已经用信心接受 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 第二 信心也是依靠 依靠神的恩典 依靠神的能力 我把三岁的孙女放在桌上 我叫她跳到我手里 她就毫不犹豫地跳 因为她相信我一定能够 也一定会接触她 这个信心是根据她对我的爱 与对我能力的认知而来的 假如是一个陌生人 或是她姐姐去叫她跳 她就不敢跳 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去祷告 祷告完了还是提心吊胆 继续要靠自己努力去完成 这是因为他们不肯倚靠神 人若是肯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主 就会看见事情的成就了 即便神给的答案 也许不是自己所期望的 可是只要继续地倚靠神 最终一定是好的 不是人努力祷告 神一定就成就 那是出于人自己的信心 唯有接受并倚靠神的祷告 神才一定垂听 因为那是在神里面的信心 愿神祝福你 谢谢